Q. 讝会 文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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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只是有些不理性的人 喜欢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多过一些有经济效益的事情 必须有一组人存在整个历史 才可以延续下去 我觉得一本书 多一些人看才有它的价值 我想看完一本书 就快交给另一个人看 文化工赏的功能是图书的展示和销售 提供策划和出版服务 过程由策划、组稿、编辑、排版、设计、 校对、印刷到出版成书都需要一年的时间 而这一年的时候 我们就围着人和书之间去转转 澳门是分开了不同的单位 譬如设计的一个单位 而另外印刷厂也是一个单位 所以我们这个文化工赏的一个出版平台 其实就是希望将所有的排版、设计、教稿和印刷 结合在一起 令到想出书的人 可以折散了他们所花费的时间 将他们的成果在短时间里面呈现给大家看 其实这一个我觉得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也是最能够帮助想出书的人 实现他们自己的一个梦想 作家想出单行本 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事 现在成立这个文化工所 我觉得是一个对文学 作家是一个很大的希望 好似一盏灯 给我寄一个希望 特别说 知道我的情况之后 文化工所准备和我 作一个灵眼系列的作品系列 出版 当初的主编来找我们文化工所去策划这本书的时候 也跟我们说了他们出版上的困难 知道了有我们这个单位 知道我们会提供这个策划、排版、设计和出版这个服务 和推广这个服务之后 他就找我们去出2017这本书 如果稍微和其他出版社比较的话 其实我们出版社就不单是欢迎有能力出书的人 除此之外 其实是有一些未成名的作者 他有心出书的 其实都欢迎他来我们的文化工所敲门 去谈一个合作项目 有这样的资助 是变成作家有一个出版的出路 如果每个作家都能够有这样的机会 就非常之好 其实我们希望文化工所将来 除了二楼会打造一个公共图书平台 可以令澳门有需要的人 可以在这个平台搜集到需要的资料 其实一楼会打造多功能厅 会有我们自己的一些展览 活动等等 同时都很欢迎澳门各大的一些团体 和我们合作或者租场 可以给他们一些活动 和画剧不同类型的合作 可能性都可以的 而旁边我们可能会进入一个茶的一些店 然后可以在这个文化气息的环境下 除了剃书去喝一杯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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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